风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网际网路应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网际网路应用的课程 在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一个讲次 我是竹江老师 我是林鸿仁 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的单元目标 这个单元我们要进行的 包括网际网路的简介 还有我们要来认识一下 连接网际网路的设备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 网际网路的这些服务的提供者 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么在近几年来 我们也知道网路的发展和它的应用 都一直在进步 那这样的进步几乎都是日新月异 我们在经常都会看到有一些新的应用 那新的这种应用层面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工作上面 都会有这样的应用发生产生 那我们也都很习惯 网际网路的进步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社会大众来讲 网路的广泛应用 已经在它的日常生活上了 我们也变成说 每天都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工具 在我们的生活上 在我们的工作上 这些在网际网路的应用 可以说是越来越普及 越来越普遍 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 比方说我们同学 我们的使用者 可能每天都会去上网 比方说我们要收看新闻 早上也许到公司 也许到学校的时候 我们就也许在捷运上 我们就可以上网 来看看今天发生什么新闻 那另外呢 比方说我们像收发email 电子邮件email 这也是在网际网路应用上面 非常广泛应用的这样的项目 那比方说同学会有一些专长 所以会去编写部落格 Blog 这也是在网际网路应用上面 很普遍的一个情况 或者说我们也会去网路购物 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产品 我们其实也不太需要到 实际的商店去了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电子商务 我们可以利用它来进行网路购物 或者说对我们同学来讲的 我们在学习期末的时候 都会利用网路去查询我们的成绩 或者说是在起初的时候 我们也利用网路来选课 这么多刚刚的举例 都是在网际网路应用上面 很多的例子 所以说它对我们的影响 就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 也就是越来越广泛 那么对企业来说 我们也会知道 企业它在应用网际网路 也会改变它的一些经营的生态 那比方说我们的企业 它会有一些产品公告 那么这些产品在以前 可能会去印制 比方说像纸本 纸本的一些产品公告 或者说需要在广告 需要在电视上面 需要在杂志上面广告 那么这些也因为网际网路的兴起 有了一些改变 已经跟以前的不太一样了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产品的公告 放在网路上 放在网页上 那么或者说在企业上面 他们会有接受订单 这些订单在网际网路 可能我们还需要有纸本的订单 那可能我们就利用传真 或者利用怎么样的方式 利用电话来做订单 或者说直接到公司 直接到企业去洽谈这个订单 但是因为网际网路的兴起 对于企业来讲 它的经营也是不太一样 这些订单 这些企业 这些客户他们之间 可能是在很远的距离 所以这个订单 也可以利用网路 利用网路来进行接收 或者是有些客户的问题 所以以前会有些客户问题 比方说有些客服 可能用电话 可是也不容易讲清楚 那么这些问题 有些是经常发生的 有些是大部分 大部分的客户都会有的问题 所以也可以利用网路 利用网路来一起来回应 客户的这些问题等等 那么这些刚刚讲的应用 都需要用到网路 那么现在的网路应用 其实已经改变我们 人跟人基本的沟通 还有娱乐 还有交易 还有教育的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知道 我们的人在基本的这些 这些需求 需要被满足之后 我们其实还有一种 就是自我实现的一种理想 也就是说 我们在分享个人的专长跟兴趣 比方说有些同学 他是对摄影有兴趣 有些同学他很会画画 很会烹饪 诸如此类的 有个人的专长跟兴趣的 这样子的特性的话 也会需要说 是不是有一种可能性 我们也可以作为在企业上 在社会上 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 那网际网路的应用 他们在实现这种自我价值 个人的专长分享上 也会有一些帮助 所以网际网路 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之外 在自我实现的这个层级上 实际上也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舞台 可以让同学 让各个使用者之间 来做表现 那么如果我们用 最近网路的发展的方式 看起来的话 我们知道这样子的影响 这样子的层面 这样子的应用 只会一直持续的扩大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在网路上面的这些应用 我们利用PowerPoint上面的图示 来跟各位同学做一些说明 那么在我们的应用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 比方说这个画面 同学看到的 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上网浏览资料 这是一个浏览器 这是一个截图 在这浏览器上 那么同学也可以看得出 我们这浏览器上面 所使用的是用微软的IE 当然同学有很多的选择 如果同学在参考课本的时候 不一定要按照 这样某一种特定的浏览器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浏览器来上网 来浏览资料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就连到我们的 台北商业技术学院的网页 同学可以在这里面的应用里面 比方说我去选课 然后我去查成绩 诸如此类的 那刚刚有提到 我们在搜发E-mail 搜发E-mail 那我们这个页面的截图呢 是微软的Outlook 那这个部分 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上面 我们会再陆续跟同学介绍 那所以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做一个示意图 就是说我要新增一个页面 我要新增一个E-mail 所以我就用新增的功能 然后我就编写内容 然后利用传送就送出去了 就变得非常方便 就不太需要用纸本了 那这个画面呢 在网络的应用上面 我们就说 是不是BBS 这一个电子布告栏的形式的应用 那在这个BBS的应用上面呢 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连上去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电脑里面的 命令提示资源 命令提示资源 基本上这个画面还蛮阳春的 就是一个黑色的画面 我们利用Telnet的指令 就连到某一个BBS网站上 那么在这个BBS网站上 我们其实经常可以在上面做讨论 那么我们也知道了 很多媒体都会用这样子的讨论的内容 来做新闻发表 所以这个应用在 尤其在我们校园里面 是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 好 那刚刚有提到说 网际网路实际上也满足了我们某部分 比方说个人的专长 自我实现的部分 那所以在上面有一些编写 编写部落格 Blog 部落格 那在这里呢 我的应用是用Yahoo奇摩 编写部落格 部落格功能 那当然这个部分 在我们之后的讲次 都会专门来介绍 告诉同学 怎么一样来进行部落格 好 那这个部分就是电子商务 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的应用了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网路上面的 拍卖网站进行像是B2B B2C C2C C2B 之类的这些电子商务 那当然在这个细节 我们之后也会有 比较详细以后的讲次的介绍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在企业的应用的话 我们实际上就可以利用网际网路 来进行资料的传递 资讯的传递 比方说这上面的例子就是 像我们在 贡白的某些硬题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驱动程式 或者说明书 我们就不太需要用纸本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企业的网站上 利用下载功能 下载我们需要的 像是刚刚所提的驱动程式 或者是说明书 那减少了很多纸本 上面的使用 好 那接下来就说 改变我们的娱乐方式 所以我们以前可能要去购买唱片 购买录音带 购买CD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可以在网路上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 可以去看 可以去听 或者可以去下载 各式各样的娱乐的应用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暂时休息一下 好 在刚刚的讲次里面 我们介绍 在网机网路应用之后 已经有很多的应用的层面 被发展出来 那我们也举了一些例子 让同学看 那现在同学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就是说 那我想要连接网机网路 我也想要使用网路上面 这么多方便的功能 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子 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应用呢 可以使用这样子的服务呢 或者这样子的使用的层面呢 所以说 如果我们想要连接到网机网路的话 你基本上 同学要有可以连上网的资讯设备 还有可以连上网机网路的传输媒介 所以我刚刚就提了两个名词 一个是资讯设备 一个是传输媒介 那我们就来解释一下 这两个名词 那这个资讯设备 在我们网路的 也许说我们资讯的 这样子的进步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资讯设备 有时候会比较被狭义的解释 就是电脑 可是呢 在目前的硬体的这种发展 这么迅速的情况之下 这个资讯设备 已经不能被单纯的解释说 就是我们的桌上型电脑 或者是我们的笔记型电脑 已经不能再这样子去解释它了 这样子的设备 对我们目前的使用者的理解来说 除了说刚刚我们提到的电脑 比方说我们的Notebook以外呢 还有呢 我们的比方说我们个人数位助理 个人数位助理 就是我们认识的PDA PDA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种资讯设备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那目前来讲 像是我们的行动电话 行动电话 也可以当作我们在连接网际网路时候使用的资讯设备 都可以当作它的一些连上网的硬体 当然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那个手机部分 它在联网的方便性上 已经不会输我们刚刚讲的 比方说电脑啦 笔记型电脑啦 PDA 它的发展的趋势看起来又更蓬勃了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的第二个名词 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传输的设备 传输的设备 我们除了有这个资讯的硬体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传输的媒介 那这个传输的媒介 我们其实如果以现在的 现在的讲法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网路 现在的网路传输媒介 那这个传输媒介 在我们的体证来讲 它可以分成两个 一个是说有限的 或者是无限的 这两种大类的传输媒介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有限的传输媒介方面 我们可以再把它分为几项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的双脚线 双脚线 Tisted Pair 这种双脚线 那这个同学可能会比较 能够认识它的话 就是说像电话线路 电话线路这样的双脚线 或者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也会经常使用的 同学可能说家里有收看第四台 那么在第四台可能会有 也会有一个线路 接到同学家里面的电视 那这个使用的设备呢 我们就是用同轴电缆 同轴电缆 coation cable 那利用同轴电缆呢 来连接 我们作为我们资讯传输的一种传输媒介 这也是属于一种有限的 有限的传输媒介 那另外一种要介绍就是 在目前也被很广泛应用的 就是我们的光纤 光纤 它也是一个有限形式的 的一种传输 那光纤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因为它的传输的速度更快 所以在目前的网路的应用上面 会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广泛 当我们光纤的网路 如果铺设的更密集 或者说使用的更频繁的话 那我们相信在未来 光纤的应用 会是一个很主流的 有限的传输的媒介 那另外刚刚有提到 在传输媒介上 有一种就是无限的 无限的 无限我们当然顾名思义就知道说 它其实是不存在一种实体线路 那我们看不到这个实体线路 那么主要就是说 在无限的部分的话 就是最近使用的802.11 这种系列的传输 所以我们像是我们的区域网路 或者说我们家里建立一个 无限基地台之类的 我们就可以利用 无限的传输的方式 来进行网际网路上面 资料的截取 那另外我们在无限方式 也可以看到像是近来 一些行动业者会提出一些 像是3G或者是3.5G 这种传输的方式 都是属于我们使用无限 无限没有实际上的传输的这种线路的一种传输方式 那到刚刚介绍一些传输媒介 我们也利用投影片来实际上看看这样的传输媒介 它的形态是如何 那刚刚有提到我们的网际网路 实际上它就是让我们连结很多的个别网路的网路 所以我们说网际 有点像是我们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么网际就是网路与网路之间的关系 所以透过网际网路我们就连到全世界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刚刚讲的一些有线的材质 这就像我们的电话线路一样 叫做双脚线 twisted pair 那为什么它是双脚呢 主要原因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些线路的话 这些线路上面都是两条两条成对的 缠绕在一起的这种传输的介质 那我们在学校里面 在我们的电脑教室里面 也会经常使用这样这样的双脚线 让个别的电脑跟我们的 也许是router跟我们的switch串在一起 那我们另外再来看一种 刚刚也提到的 我们接到我们的有线电视的同轴电缆 coation cable 那么这种传输的话 它一般来讲的话 它可以传输的速度会更快 只不过我们在传输的时候 也许如果是利用有线电视收信传输的话 也有可能会跟其他人共享它的频宽 那么它基本上是一条铜线 最中间有一条铜线 那外面包覆了一层绝缘物质 然后外面再包覆一层网状 这个网状是在拍照的时候 我们把它拆开来 它其实是一个网状的设备 那外面再包覆一层绝缘体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同轴电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讲的光纤 光纤 那这个光纤它主要是利用光 利用光在玻璃或者是塑胶界面的那种 纤维里面做反射 进行了一种媒介 那就光纤 这个传输速度越来越快 当然我们也会相信 将来它在应用上会越来越普遍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传输设备 看一下网络卡 那这个网络卡 像目前同学来讲 如果说我们买了一个电脑设备 通常这个网络卡就内建 那我们也就不需要去 额外去买这个卡 那这个网络卡 基本上这边都会有 它的网络卡的界面 都会有一个可以适合我们去接 接接比方说我们的双脚线 或者是接接我们的cable线 这种界面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种网络卡的界面 那在我们实际的应用上面 网络传输上面 它是一个必要的硬体设备 好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 好 在刚刚的讲次里面 我们介绍了 要连到网机网络的话 我们已经有我们的资讯设备 我们也有我们的传输媒介 那么接下来呢 同学可能就会想说 我已经有了这样的设备 这样的媒介 那我要怎么样的方式 才能真正连到网络网络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 网络网络的一些服务的提供者 好 那为了让我们同学的设备 能够连上网络的话 那我们也需要有一个 网络网络的服务的提供者 来帮助我们来进行 比方说像网络的设定 比方说我们会有一些 像是我们的IP位置 或者说是我们一些 Gateway之类这些设定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公司 来帮助我们 或者是学校来帮助我们 做这种资讯服务连接的提供 提供者 那我们把它称作为 网络网络的服务提供者 那么如果是同学个人 或者是企业 这些网络的服务提供者 通常是可以向一些电信业者 向一些电信业者来申请 这样子的网络的服务 那么这些电信业者 就我们刚刚所说 它就是扮演一种 在网络网络传输上面的 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那我们把它称为ISP ISP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好 我们就把它称为 这种网络的服务的提供者 那么除了这些电信业者以外 在现今 比方说同学去申办 像是一些行动电话的 一些通讯 那一些行动通讯业者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因为 收看有线电视 这种有线电视的业者 它有时候也会整合 它原始的服务 然后加上网络网络的传输 那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企业 加上它的原始提供的服务 再加上网络网络连接的服务的话 那么它当然也就是一个ISP 也就是一个网络网络服务的提供者 那么这些网络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现今来讲的话 我们去检视一下 他们所提供服务的项目 那有时候呢 因为我们整合了这个多项的需求 这样的整合服务 那说不定呢 我们可以因为这样子的整合 然后来看看我们自己的预算 比方说我整合电话 跟整合网络网络的服务 或者是我整合我的电视收讯 跟我们的网络网络服务 这样子整合起来的话 有时候我们会比个别申请 能够节省一些费用 那当然同学在申请的时候 也可以去检视一下 他们提供的服务项目 还有他们所需要的价格 来作为自己的需要 这样子考量 但是在早期 在早期我们这些网络网络的使用者 我们使用的设备 或者说我们使用的 提供我们这些网络服务的公司 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 所以在早期 我们要怎么样子连到网络网络呢 那在那个时候 我们会利用一种设备 叫做数据机 数据机 Modern 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子来称呼它 利用数据机 那我们上网的方式 就利用拨接的方式 我们就利用拨接的方式来上网 那么因为使用数据机来拨接上网 如果我们和现在的设备 来稍微比较一下 那么数据机拨接上网的速度 大概只有60k 那跟我们现在的使用的ADSL 或者说是我们利用的宽屏来比较的话 它的速度的确是慢了很多 所以在目前上面 如果说同学在连接网络网络的时候 我们如果说使用量比较大的话 我们并不是很建议使用数据机 因为这样子的话可能会让它的费用会更高 费用会更高 那并不是我们比较推荐的方式 那么除了数据机 用数据机拨接上网之外 那同学可以申请像是ADSL ADSL或者是光纤上网的这种服务 那这样子再比较起来的话 跟刚刚我所提的 比方说利用数据机的话 可能会有在预算上面的话 会更为节省 那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方式 好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些名词 ADSL跟光纤 那我们简单来解释一下 那同学跟电信业者申请的这种ADSL 那么我们把它称为 非对称数位用户线路 非对称数位用户线路 我们把它简称成ADSL 那为什么它是 我们在使用像是ADSL上网的话 我们其实跟数据机的波接一样 我们就用电话线路 来作为我们传输的媒介 也就是这种有线线路 来作为它的媒介 但是它如果跟比较起来的话 那跟Modern 跟我们数据机来比较的话 有什么不一样呢 主要就是说 我们用ADSL 它可以有比较高的传输的速率 它的传输速率通常会比较高 那使用ADSL上网 我们是单独的使用它的传输线路 我们不会跟其他人来分享这样的线路 所以它的传输品质 会基本上也会有一定的传输品质的保障 那在传输的速度上面 因为我们是单独使用 也不会因为跟别人共用 好像让速度好像有时候会特别的慢很多 这个是我们在使用ADSL上面 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所以到目前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再利用PowerPoint 来简单的解释一下 刚刚解释的一些名词的部分 好那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在PowerPoint上面 关于网际网路的服务提供者 就刚刚讲了 就是比方说我们像是网路服务的公司 通常提供这些网际网路的服务提供的公司 通常是一些电信公司或者是通讯业者 他们可以让我们的使用者 连接网际网路的服务 好那刚刚有介绍一个ADSL 那它是非对称的不对称的 那为什么它不对称呢 因为这个频宽被分成上传下载 还有电话使用 那么因为它切割这个频道的时候 它其实的频宽是没有对称的 比方说我们下载用的比较多 那么就给它比较高的频宽 那上传用的比较少 就给它比较少的频宽 所以它才会有说非对称 非对称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截图 就是同学可以利用像是电信业者 他提供的这种服务 跟他提供的频宽 跟他提供的需要付的价格 来作为自己的考虑 这样子可以来 那另外我们在刚刚讲一些传输速率 传输速率部分的话 我们通常要它的单位叫做BPS Bits Per Second 也就是每秒传输的位元数目 每秒传输的位元数目 那这边有一个简单的计算 就是说你的资料量有多大 然后如果你的频宽有多大 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计算 那主要的 主要我们在看的部分 有一个位元组 位元组因为它的单位是by时 因为一个by有八个bit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要先乘以8 乘以8才能算出它占的位元 大概有 到底有多少 除以它的传输 每秒钟传输的资料量的话 才可以知道说 大概多少时间可以传完 那所以就我们刚刚所提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说明上面 比方说我们的ADSL 它会被分为上传下载 还有电话使用这三个频宽 那因为这三个频宽的不对称 而且它们有各种不同的速率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看待它 就是说它是一个非对称 非对称 这些被切割的频宽 它其实是不一致的 那这个也是主要因应 我们使用者同学使用的习惯 这样的切割 对我们来讲应用上面 实际上是比较好的 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割方式 那我们目前 比方说刚刚讲的上传的话 它上传的速率大约都会 大约是在64K到640K 这个这样的速率之间 那我们所说的单位 当然就是每秒传送的bit per second 每秒传送的位元素 可是我们的下载的部分的话 就大约有1M到8M之间 当然单位是一样的 所以就我们刚刚同学知道 我们上传好像比较小 只有64K到640K之间 下载就1M到8M之间 很明显的是一个不对称形式的切割 所以它就叫做非对称式的原因 那我们可能再强调一下 刚刚在传输的单位 我们把它叫做BPS bit per second 我们也经常会在 这种申请的表单上面 会看到这个单位名称 那同学可能之后就会知道说 原来这就是每秒钟传输的位元的数目 每秒钟传输的位元数目 那么在我们刚刚有看到有一个画面 就是说它在传输 在使用上面 它的上传下载切割都不太一样 费用也不太一样 那所以说同学如果说 在自己的使用上的话 就可以考虑 如果我们的使用量 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 其实是不需要因为 去申请比较大的频宽 因为它通常费用也会比较高 那么我们再看看 就是说在电脑的储存上面 经常我们都是以0跟1 来作为储存的单位 这个就是说bit 所以我们在看我们的电脑的档案里 档案的时候 通常会有高速一个数字说 这个档案有多大 那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同学 我们在电脑档案 尤其是在电脑里面 比方说我打开我的电脑 看看某个档案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档案的单位 是以byte 是以byte来计算 那byte跟我们刚刚讲的传输的bit 它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因为bit是最小的单位 bit是最小的单位 但是byte是不太一样的 它们是1跟8之间的比例 那同学经过这样的话 就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那么这个讲次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那同学可以再配对一下课本 那我们就欢迎下次再收看 我们今天到这里 各位同学再见 感谢观看